终于是被我们成功地瞄到了一毛的牙齿 赶紧截图 做表情包 对很可爱 好的看一下一般还是不愿意放出Game Boom的这个女刀 暴女也是被搬了 这个体系实在是太烦了 暴女就是发现了她除了在野区强势之外的另外一个作用 对 有李桑卓被搬掉 李桑卓真的太烦了 那这个体系今天是这一局是拿不出来了 应该会拿新的东西出来 因为我感觉是这个体系的一个核心 对 这样的话我们看看双方第二局都是选择搬掉了比较强势的一些点 那么这一队阵容应该会有一些变化 希望打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这局如果说妖技还在场上的话 都是有可能变成两方可能去拿的一个点 因为两边装的妖技都用得很好啊 对 但是所以并不在了妖技 我的气啊 都怪我 这是抢一毛瞎子 绝对不合上 不给你 那直接拿人马加风女 哇 这个人马加风女 很凶 很凶 但是配安妮也还好 主要是我老觉得他们这个大招有冲突 你知道吗 就是老杰人马这个有毒 但是如果可以控制 配合起来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风女加EZ 我现在不敢确定他们一定会选这个啊 风女加EZ 确实是老经典组合了 以前的就是风女配EZ 是很屌 那时候是男枪加宝石 风女加EZ 还有什么 女枪 女枪加日女那种组合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那种的 好 为什么我老觉得他们这局都会一二去选一个C位呢 可能是因为EZ不太好 Counterpeak吧 嗯 EZ反正抗压一定C嘛 对 好 PE这里的话是确定了锤石 这个安妮还不一定 这个安妮不一定是上中腹还是腹 对 也是一个可以去进行迷惑的一个点 嗯 一毛的表情 然而我已经看破了一切 对 然而我我的牙齿已经看破了一切 对 把这个游戏并不需要有一颗完整的牙齿 牙缝好皮 我一看到这个牙缝 我就觉得萌到不行 它是左边也缺了一块 右边也缺了一块 牙太软吃核桃崩 你看 是的 那么这一局PE 实际也是拿出来自己的套 哇 这个阵容 这是有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这个应该可以确定了 之前小冬也是说到这个点很强 啊 确定了 大招 终于要放了 终于再来一个角月 我跟你说 这个阵容是无解的 是吗 真的 感觉他是很强力的样子 是很强 角月那个吸 配合蓝 配合那个什么 就不说他和皇子谁进去开 对 就算角月进去 他只要有金身 角月进去开一吸金身 皇子接大招 对 四个人随便谁开 对 随便谁开 真的随便谁开 然后又配了一个EZ这种AOE 配男枪也可以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但是他们一抢 就是先不让对方 查局到我们的这个阵容 就是我们可能会打大招流 所以也是一抢EZ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 你相比PE这边来说的话 除去这个虾子 有点有违和感以外 其他的点 还是一个体系的 那么可能 也是强行不让你拿虾子吧 对 这边木是记住了自己的虾子 实际也是记住了自己的那儿 这一局还是很有看点的 中单EZ 中单EZ 中单EZ现在在LCK里面上场率不要太高 就是Faker啊 包括Frozen啊 这些都特别喜欢用中单EZ 当一个EZ能拿蓝buff的时候 对 EZ其实现在打中路 特别特别流行 因为没有什么英雄 能够克制得到他 然后他其实说起来的话 就还是看操作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比赛是开始了 这是PE对着EPA的最后一局比赛了 那么 PE是在蓝色方 EPA是在紫色方 这局也是大招大招打出来了 中单EZ加上单凯南 现在凯南能够晕到四个五个的几率太高了 就跟立桑卓一样卡一个视野 这是要 如果一击团的话 其实 EZ其实已经在往下走了 这都勾到了 这个钩子有点 你刚可以看到EZ已经是在往右边走 是的 他左脚都已经迈出去了 右脚就被勾住了 就是最后就极限的一个宽度判定 真的是极限宽度 一局团这边肯定EPA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如果说打一局团的话 感觉主要还是 主要是这个EPA这里打一局团没有控制 对 没有控 这个很关键 是的 伤害来说的话都还差不多 半年八了 哇 诶 这个PE这一把是有套路的 是的 因为凯南啊 但是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有眼的 这里凯南是 哇 直接选择会场 对 我凯南必须要 必须要兑线 对 兑线的话 他兑纳尔 刚还在说纳尔没有什么克制英雄 其实凯南兑线纳尔还比较 比较好 是的 因为两个人都手长 而且两个人模型都小 至少吧 模型都小 对 你看这空线 这是 变得打换线 对 但是没想到已经是被对手发现了 也是被小小的算计了一下 对 刚已经说了嘛 然而我毛已经看穿一切 对 透过牙缝 对 透过牙缝 对 这句话好评 透过牙缝 轻轻地看你 这样的话 双发还是一个正常的对线 对 这里虽然说 也不会至于特别难打吧 纳尔抗压的能力毕竟还是很强的 嗯 这个上路 这个双人线 哎 有机会啊 但是 安妮有晕了 这没挑起来 挑起来直接就 直接就秒了 这个锤尸 也是逼到了锤尸的闪现 哇 一毛的黄子有毒的 一毛的黄子是有毒的 他的黄子是有毒的 哎 他很 很能忍 你知道吗 这局这局又还是要看 我觉得还是十七和那个他们的那个打野的配合 对 这局如果这个打野再给他把上 再给他把单路带崩了 他真的要 真的要猛火 实际 每次就是我就是来混一混 发现 因为 他这里的话可以 就是我觉得凯南的 在线上的一个 就是在纳尔变大 之前 他跟纳尔去对拼伤害 他的伤害是要比纳尔高的 对 所以说 而且他是要走一个输出桩的一个套路 在后面纳尔出肉桩以后 线上打 也是有优势的 啊 这里黄子是 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瞎子是绕后了 然后这是红巴夫黏住了 轮子妈 交了一个闪现 安妮这里也是被比较闪现 哇 摸眼 A死 有点漂亮 对的 那么这里是B先 拿到了最开始的两个人头 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 既然一开始有想法 要针对 下路凯南这个点的话 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到 而且一毛 不是一毛 摸摸这个出桩 我老是摸说错 你看他这个出桩 一开始刚才 就是刚才他去上了抓那波的时候 他是没有升级打野刀 直接出了一把长剑 然后一个眼 这就是直接就是要去 线上干客的节奏 是的 然后回家了以后 因为拿到了两个人头 现在是 所以说 就拿到他的第二个人头以后 他这里回家才把 这个打野刀给升级 而且他这个打野刀 升级出来的话 也是很明确的 我要抓人 是的 也是没有选择发育 确实 不过瞎子出发育的话 感觉不是特别的划得来 因为他顺 因为他顺 所以不能刷野 他拿到了一血以后 他必须要给团队做点贡献 因为瞎子拿到人头 对于后面没有太大的作用 所以说现在瞎子 基本上都是出肉 来弥补他在后面的一个 就是不好的点 但是他这把前击很顺 很顺的情况下 他就一定要帮现实上拿优势 可以通过这件装备 再去带动一些更好的节奏 对 九九也是拿到了自己的三只手 九九对三只手的使用 还是很娴熟的 不过想要压住EZ 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九九就是在表达一个潜台词 一神你有四条腿 我有三只手 对 好 我们这里肯定是在各个线上去做打算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安妮就应该去把各个视野复控好 而且因为他们这个 我这哪儿怎么跑到上路去了 双人线又是换到下路来 既然大家都不换线了 那我们还是正常的对吧 对 大家地形也是比较熟 我们干脆就直接光明正在地打正面好了 地形公式 那么这样 经过一个换线之后呢 可能唯一 EPA会稍微 他补刀也没有 也没有辣 对 倒是时间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局 蓝博 不是蓝博 那个凯南就要把上路视野做好 因为这个虾子是到处找事的 左他想去干客下路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因为下路一定会把眼做好 对 一般就是中路和上路的这个干客成功率会高一些 在前级我觉得干客凯南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身色 因为凯南会压制 压制那个纳尔 哎呦 这个嗅觉有点灵敏 可能也是感觉到纳尔变大 他本身就想往后撤一点 是的 而且这个眼也是看到了虾子的一个动向 虾子主要是出这个打野装 目的太明显了 对 肯定大家都会稍微注意一些 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虾子前期的游走不能再取得一很好的成效的话 会影响他自己的一个发育的 对 好在现在 上路的情况 实际还是混得比较舒服 其实这两个英雄在团战中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 只是说可能 纳尔这边会稍微的难一些 对 这局老是把两边的这个上单和打野 感觉错 因为都选了一个 招牌 是吗 嗯 你是说 就是我老是把打野看错 然后顺带的把上单也看错 对 就感觉两边还是上一局的那种分 就是人 你看着虾子就会想到一毛 对对对对 主要这个虾子 这虾子跟一毛的想法不太一样 对 嗯 一毛的想法 一毛玩虾子的想法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摸清楚 对啊 来了 这是 这一定要选这种路线 才能才能过来 他从河道和三角过来都有危险 对 但是也要掐对方的一个眼的一个时间盲区 双方都是 这个对辅助要是比较高了 嗯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上线了以后 看对方戴了几个眼 如果是眼识不太好判断 因为现在只是初期就还没有眼识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安妮出门身上戴了几个眼 然后随时看她的装备 她眼消失了以后就可以去记她的眼的时间 包括她在线上消失了多久就知道她的眼的位置 对 然后这样来说的话下路才有机会 如果说等到安妮有眼识了以后 这个盲刺是不太好去下路干客的 是的 所以双方的打野是选择了撤 哇 这个晕得不要太远 五千码距离的眩晕 这里中路EZ发育得非常舒服 EZ是一个很难被干客到的点 所以说这一局虾子的干客路线非常远 就是上路和下路 这个是 成一个视野的 发现了 这个是发现了 因为已经在标记了 这个龙的速度稍微有点慢 但是EZ支援过来 这个龙是直接秒掉了 应该没有太大的 太大的 哇 这个闪现撞墙了 太亏了 太亏了 这个龙居然没有拿到 拿到还好 这里闪现上来 两个闪现后三个闪现又是踢到了 漂亮 开出 留住人 继续扛塔 再点一下 但是 男枪 哇 这一口治疗 这一局配合得很漂亮 这一小段 细节上都把握得非常好 最关键是 下次抢到了龙 闪现 钩子稍微的有一点点 钩得太 太近了 他的这个钩子是预判 预判他会往回 回头走位 对 这样的情况下 前期 PE就像上一局的EPA一样 拿到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这个是怎么说呢 就是掐 就是摸对方的一个 打龙的时间 掐的比较好 因为那块是没有视野的 就那块当时是没有 这个 好像是没有PE视野的 对 那块是没有PE视野的 然后PE是直接打了标记 就是说人在那里打龙 是的 就是 然后当时 本来是 木温是在往上走的 然后他就从河道那边 就直接开始往 龙那边走 第一时间EZ是没有赶过来 所以他们缺伤害 对 伤害没够 然后打龙打得很慢很慢 而瞎子我们也知道 是一个非常要抢龙的一个英雄 对 而且 最关键是龙没抢到 龙是抢到了 我意思是说 黄子没有抢到龙 就是黄子那个位置特尴尬 因为他打龙了以后 他当时有犹豫 他站在龙跟前 对 没有队友跟他去秒瞎子 他就站在龙跟前 等着跟黄子 跟那个瞎子两个拼成戒 结果 他还被龙吐了几个 是的 很伤 很伤 这个 EZ是用大招把蓝拿走了吗 还是 还是被黄子拿了 好像是被黄子拿了吧 EZ说我大招都放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很伤啊 这样的话 EZ前期可能会不会那么舒服 EZ EZ不是 EZ是中国人 对啊 他和 EZ和E毛之间产生了 化学反应 因为我知道 怎么说呢 中单EZ 有一个特别 怎么说呢 特别常用的一个就是 用大招去抢对面的蓝Buff 就是 在对面蓝Buff快刷新的时候 先去对面的蓝作业 或者说是直接掐 对面中单 在线上消失的时间点 然后 反正我看到的比赛 就是最近看到比赛 就是中单EZ 抢到蓝Buff的 这个也漂亮 我的天啊 天哪 这个E太漂亮 真E到两个人 而且也是卡了一波视野 这两个人居然走在一起 去探草丛 天哪 简直天真 对 我这局不知道说多少天哪 但都可以 都可以去弹幕统计 对 继续来说 就是EZ 最近看的比赛当中 就是中单EZ 用大招抢蓝Buff的概率 大概到70%左右 就成功率 很高很高 因为其实打蓝的一个时间和速度 是很好算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 就是自家蓝Buff 用大招抢都没抢到 就是当时 当时一毛也慌了一下 他说 哎 EZ大招 赶紧 平安了一下 以为是对面的 先先先承接一下 我先承接一波鸭鸭金 那么前期一个7-0的开局 这一局仿佛变成了上一局的一个翻版 只不过双方又是进行了一个兑换 哎 今天蓝色方到底是怎么了 蓝色方胜率很高啊 就自带 感觉自带胜利Buff 对 哎 这一局当时是 哎 那是Snake 对对 我忘记了 就是他们不是先投硬币 然后 然后决定 然后决定自己要蓝色方 先蓝色方 还是先紫色方吗 那今天那个第二局 你知道是谁 拿到这个选择权吗 谁 就是我问你啊 我不知道 哦 我还以为你知道了 我在想如果是 如果是哪边 然后先选 然后决定他要紫色方的话 我就觉得 简直难过 简直难过 好 这里话P又是直接抱团 把中路的外塔给推掉了 这样的话 这里时期很危险的在草丛里 对 但是现在那还是打不过这个蓝 这个这个这个凯南 我老说成蓝博 你看这个四 这三个人好赢 这个小分队 小分队有想法 但是他们本来想去 有所针对的 但是意识很好 对 肯南意识很好 直接就回家了 这一把看看我大金拱 能不能carry起来 对 因为这刚才那个时间点 就是四个人 都不见 四个人抱团 把中路拆了 而且双人线 没有回到线上 这就是上路 很危险的一个点 对 就是干脆把外塔 直接放掉 这样的话 短时间的之内 两分钟就拆了两个外塔 再加上有人头的优势 现在已经是经济领先了 五千块钱 14分钟领先五千块 还是很大的差距 现在谁身上有五千块钱 你算他们人 就即使在PE这边 实际上都没有五千块钱 这个时候就要看 EPA的阵容 到后面有没有机会 大力出奇迹 对 大力出奇迹 毕竟对打团来说 EPA这边的阵容 还是很强劲的 17想单杀 这个ADC 17老是这么凶 直接逼出了一个大招 你还粘住了 而且这个 都没有挡到kill 这直接要单杀了 哇 闪现 跟Q 中 A 死 安妮这里 纳尔没有闪现 但是他又变大了 推 有机会吗 人支援过来 推谁推两个 漂亮 EZ这里大招 没刮死 凯南 凯南 入场 直接被虾子踢走 这个好客的 我差点忘了 虾子玩客凯南大招啊 这一点就是 我们之前说的 真的已经发挥到了旗帜 这把PE所有人打得好极限 你发现没有 对 我忘了一点了 就是虾子玩客凯南 玩客 凯南啊 凯南和稻草人 稻草人 对 还有 凯南进场最怕虾子了 一脚踢出去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它是有一个延迟的 对 虽然说现在晕得很快 除非他卡视野 就是跳到人群当中 他那个W线可以 就是顺 顺发 就是他现在大招 就是框进了以后 W顺发以后 他跌得特别快 然后可以顺秒 大概三到四个人 如果说卡视野 当然是跳到人群当中的话 下次第一时间反应 不过来踢他 因为他摸不到 但是如果是正面 正面开始过来的话 那就直接就踢走了 没错 这就说到了 刚刚石漆的那儿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亮眼 对 他就是刚刚也就是 只有两个人让我打 因为经常看到 石漆的那儿 打三个打四个 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刚刚也是拖住了 够长的时间 让自己队友及时的支援 对 木一波表现 也是非常的亮眼 这里感觉就是 两局之间 终结这个暂停 两个人还是 进行了一些 很好的交流 而且11-0的开局 刚这波又打 这波团打上了 因为之前 拿到人头都还好 因为没有抱过团 对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抱团发现 感觉整体都 对不好 这样的话 后面打团 凯南身上要带睁眼的 就是站在旁边 插睁眼 等机会跳进去 就是直接闪进去 而且慢慢的 PE这边也开始 入侵对手的野区了 这个是我觉得 之前PE做的 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地方 就在于 他们经常 有了一定的优势 之后不知道 自己该干什么 那么现在这里 也是进行了 比较好的入侵 先是个谢 哇 这个蓝视频 这局跟上一局的PE 简直就是 这两个队伍 这两个队伍 我比较 就是 坎南这个大招 是晕到了一个 不管了 先晕到一个 杀一个 杀了再说 但是蓝buff 是被对手抢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 坎南没有大招 感觉EP 还是不是特别敢打 因为在前期 不管是EZ 还是其他人 伤害都不是特别的足够 这局 你知道最惨的是谁吗 最惨的是EZ EZ是两个蓝buff 都没有拿到 而且他还要点女神 对 这好烦啊 所以这把女神 也会出得比较晚 我看他这局 多少分钟 才能顶到磨切 他现在至少 至少还有个 四五分钟 至少 最尴尬的情况是 他已经提前 出了一个魔动力刃 他肯定要出 他不出这个的话 没有伤害 他现在抱团 也是没有什么伤害 对 也是让自己的发育 会稍微的 有一些迟缓吧 而且中路塔 很早就推掉了 所以说他吃资源 也很有限 对 你看最后一个 大的鸟 还要让给ADC 是 他现在就先把 先拼命地去叠 这个磨切 反而这边 啾啾就舒服很多了 这局 他有了比较好的 一个输出环境 有纳尔和盲森 扛在前面的话 对于他自己来说 会舒服很多 对 确实一抢的盲森 应该还没有想到 对方会拿凯南 这个点 要么就是 已经看透一切 其实 我觉得在半选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一个英雄 特别强势的时候 你往往会忽略 与其相克制的 一些英雄 我觉得肯定PE 是没有想到 对方会拿凯南的 因为他们一想下子 只是不想让英雄拿到而已 是的 结果就 结果 结果那个EPA这里的话 就是 送上来的凯南 就是干脆就直接拿大招 因为我们这个阵容 肯定是有练过 而且他们 因为韩国人在嘛 韩国人 就是在这个凯南 使用上面的话 也是因为版本的问题 所以他们用的比较早 就会熟一点 他们会非常的 但是其实 说实话现在 基本上 国服的大部分学手 也都在 韩服打嘛 我觉得可能也是 拿出来我也有应对的办法吧 应该是 国服现在凯南超多 而且中单凯南也拿来用 就是 中单凯南其实也不弱 对 这里已经入侵的非常深了 而这边 都会有一眼 两个人是 相识一望 一个来回的花布 只是这个时候的话 凯南就不太打得过 这个纳尔 一旦纳尔开始肉起来 开始 基本上能打得过 他的英雄很少 对 前面对线的话 凯南是有优势的 对 那我们这里 也没有其他人 敢过来做事业 很伤心啊 前期被打成这样一个节奏 让自己打团的一个优势 还没有发挥出来 就已经 扼杀在了摇篮这种感觉 而且这局的话凯南 也比较无奈啊 嗯 他有点躺的 他现在一个发育 其实 这个装备 也真的是 没有一个发育的空间吧 更多时候 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野区完全是 PE的一个天下 红拉MUFF都没有给对手 任何机会 那凯南就更没有机会 去跳一个好大了 跳 就是去开一个好大了 我老觉得是稻草人 你知道吗 就是前一时挨 钩子 被挡了 凯南其实挺吃闪现的 他这局肯定吃闪现 这局对方 在前期的话 就是掌控了视野 而且对方有瞎子的情况下 他很吃闪现的 那么他现在还没有办法 一个先手的闪现 开大刀 还得必须 等瞎子 嗯 好 这个小龙马上还有15秒刷新 这个小龙应该是PE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敢抢 最多就是EZ刮刮大招 看装备 哇 EZ到现在 应该快磨切了 我没看他女神出的时间 但是按照时间点的话 就差不多这个时间 如果他第一件出的是女神的话 应该是快点版了 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整个ETA的战力感觉略有不足 所以也是没有选择来对这条小龙有任何的想法 反而是PE这边感觉 他们现在也找不到任何事情去做 就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PE因为他们去 还是这个阵容的问题 就是阵容是男枪的ADC的话 他们想要去耗塔 对方再加上有EZ 然后有轮子妈 轻逼能力很强 是很难去耗塔的 他们还是需要去找机会抓人 或者说是抱团 就是有机会杀人的时候 才会更好推这个塔 而这边EPA现在也是选择了 在这么大劣势的情况下 我无脑松 EZ这里看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有大机会 留住了 这EZ死了 已经没有技能了 那么这个塔要丢掉 两个人一起死 这就是EZ前期外塔被拔得太快 他又急着去叠这个魔踪 他到现在22分钟还没有把魔切叠出来 已经是 很伤了 算是偏慢了 21分钟左右差不多 那么这个塔没有任何悬念的被点掉 感觉PE这里现在已经 优势大的 非常明显了 已经将近1万块钱了 今天差距这个皇子一毛啊 你可别 现在可没有机会 没有任何的机会去跳 如果一旦再被PE打出一波完美的团战的话 那么这一场就可能直接击击了 对 我还在看那个魔切 好的 我们看到这里 随时也是很安全地回到了家中 嗯 这局EZ 等EZ有三项魔切了以后才能打团 对 现在的EPA是打不过团的 还得打出很好的一波团才行 对 就看砍弹这个大招了 能不能打好团 就看砍弹这个大招了 所以今天 阵容倒是很不错 我进攻 哇 这里也许遭遇到 但是 这都不敢打呀 石器太肉了 他们没法打的 就还是之前的那个想法 就是如果秒不了这个石器的话 他们就被支援来的人给反打了 对 好 EZ只有找了一路单线 先发育一下 这样的话他跟轮子妈相当于是在抢资源 对 很可怜 两个点都容易发育不起来 现在轮子妈的装备也是非常的差 跟对面的 轮子妈发育不良 即使发育不良胸还是很大 对吧 我记得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 女英雄 女英雄的胸的排名 那最最小的是谁 这 金克斯吗 金克斯有 最小是安妮 安妮吗 对对对 你们太坏了 人家还是孩子 哇 这个EZ24分钟 被我切 我还在盯 主要是没看到他女神 他应该是先裸女神 他这个装备肯定是先裸的女神 但是很慢 铁得很慢 他没有蓝buff 这个对他来说太伤了 对 蓝buff不光是回蓝的问题 还有减CD的问题 其实他单出女神的时候 如果一直用技能 也是很耗蓝 很耗蓝的 根本不够 但他有三项了 哇 又被这样无情地点掉了一个塔 对 就趁着对方在做装备的这一些时间里面 他们就已经集合着把外塔都拔光了 扫荡整个野区啊 这才是真的就一百块都不给对手 好难过 已经被压到了 就门口了 有摩西了 24分56秒 25分钟 也是摸出了自己的摸线 但是感觉输出还是会 这个二塔可以一手 这个就是这个二塔可以一手 因为EZ现在有装备了 那是在家 但是是有传送的 这边我觉得谁先打都吃亏 主要是我当时看那个 就是 就现在国服第二的那个 就是WE那个ADC 然后我看了他几场的EZ 就是跌摩切的时间 是在22分钟左右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EZ是有点 是ADC位置 对 ADC位置 对 那么按理来说中单其实应该更快一些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主要是EZ死了一波 这个EZ是死了几波的 然后再加上他线上的话 能够就是去吃了兵线 他的外塔很早就被推掉了 也是一个点 这里这波塔可以成功的守住 因为清兵的效率还是比较高 但是PE这边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主要是外塔拔的太快了 现在17一个人去单线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制止住他 一万的经验差 伤害 伤害来说的话 我觉得EPA的伤害是够的 对 他们主要是没有什么前排 就前排顶不住 对 因为伤害其实是够的 对面的伤害主要集中在 中单和ADC两个C位置 这边EPA的伤害会稍微分散 就是其实说起来的话 如果说EPA这里一波伤害 打中了关键的人物 而忽视角对方的一个硬前排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关键是 实际的纳尔会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是一个问题了 而且这个时候EPA再也不能被抓了 实际的纳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有一点 他的大招 就我宁愿不放 我也会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 我宁愿把自己卖死 对 有机会这样的话 差点把黄子留住 闪现 归黄子 黄子又是被瞎子粘住 回旋踢 踢的是EZ EZ直接是 闪现回来吧 海南开大进场 这个运还是很快的 运住了垂直 但是伦子妈那个时候 已经是被对方的人给逼得 没有输出环境了 我们最后这个安妮怎么走 哎呀 绝望啊 天哪 一波一换四 我听 我听 T1的一波一只叫阿西吧 死的也不是他呀 死的是 对啊 死的也不是他呀 为什么 也是替自己的队友感到难过 本来想零换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优势就已经越来越大了 你何曾见过就上一把 就感觉是如出一辙 也是27分钟 经济差距就已经来到了 13000块钱 刚才那个时间是绝对不能被开的 对 但是一毛的黄子是有毒的 有毒的 然后他的黄子就被留下了 被留下了就算了 被瞎子踢中了 被瞎子踢中就算了 还把EZ给踢回来了 对 踢中的是EZ 把EZ踢回来就算了 把EZ闪现回去 还被黄子又框了 这是套路黄子 EZ在黄子的大招里面 就是在黄子大招里面 绝望地放了一个大 你看每次都是 上一把就是上野的配合 出现15 这把就是 一别中野的配合 你抢我篮就算了 对 你抢我篮就算了吧 你还不爱我 对吧 大家都是队友嘛 一个篮好说 对啊 真的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对面的黄子 你知道吗 那个EZ闪现回去 在黄子的大招里面 就慢慢地双手离开了键盘 对 就放了一个大招 哎呀 哎呀哎呀 我的天 这现在是 还好还好 纳尔晕到了 他减速到了四个人 但是也逼出了 轮子妈一波大招 一般在轮子妈交了大招以后 然后就很难打通 短时间内基本上打不了 现在即使是打出一波 很完美的团长 我也感觉EPA这边很难打 对 你这个经济优势太大了 现在 一波这边做好了大龙的视野 而EPA根本就不敢过来 好 这个龙是直接开了 因为接近三十分钟打龙还是很快 而且他们装备又很好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机会 看我一毛神机抢龙 一毛神机根本就过不来 这一波基本上就要决定之后的比赛 对 对手已经有大龙buff在手的情况下 这一波推进 本来说难上高低的 EPA防还是不防你说 防不了 防不了 这波防不了的 有大龙buff的情况下 轮子妈一个人和ED 清不了这个兵 太难打了 哇 17这个现在 他的怒气的控制又是 如此的好 这确定要守吗 对方人没有骑 对方人骑了这个高低塔守不下来的 对 但是马上人就骑了 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维克多士选择了一个分推 利用自己 超级兵 一阶线Q一下人还是很疼的 但他没有机会去 对 他有了清雨以后 Q这个瞎子肯定是很疼 就这一波 这个残可能就要掉 安妮现在手上是 没有闪现 安妮有大 不敢开 对方是大龙buff家 开了可能就要自己要死 只能被对面开 对 他们现在只能 现在是没有怒气 没有办法 现在EPA能不被开 都已经很不错了 对 四条小龙 一条大龙 小龙现在还好没刷我 这局没有翻盘点的 没有翻盘点 这个要太难了 这局从哪儿崩的呀 对啊 这局 你就没有感觉 就是那条小龙 就是那一条小龙 有视野的 就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PE这边意识到了 然后打了一个 拿了一条小龙 零换三 对 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承计 但是我觉得之前 他们的经济差就很大了 他们之前就抱团 去推塔这些的 哇 这个伤害半血爱泥 直接一个大招轰死 蓝枪已经开着幽梦 就直往脸上冲了 那儿直接过去 一个 哎 黄子框到四个 那儿闪现进场 又被击出来 我的天啊 根本没有办法 对 在巨大的装备 差距面前 对 完美的开团也是意义不大 就算安妮活着 就打个比方安妮活着 这个大招 对他们来说 也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 知道 好 一波了 这里 要留人 蓝盾 减速到 哇 这个伤害爆炸 主要是 现在为什么三只手的伤害 好高啊 你看这两个C位的装备 就知道这一局 真的是没有任何希望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恭喜PE 以2比0 赢下了EPA这场比赛 对 而且我刚看ADC之间的